班伟博拿下金钟影帝大爆冷门 他自己说他会想开一点 而且呢他呢也会来接受大家的负面的批评 不过呢这样的结果网友还是大喊 真的是瞎爆了 同事入围者的龙少华也不服气 甚至是用了排泄物来形容金钟奖 根本不这个英文不值 龙少华说他是说出演艺圈人大家的心声 更质疑金钟奖的制度和评审都有问题 说得越来越激动 资深演员龙少华会这么愤愤不平 都是因为这一刻 爱无限潘伟博 一听到得奖名单是没来的潘伟博 在场的其他入围者一脸尴尬 龙少华更是不服气 这只要靠实力大家尽敬 你要让他你得奖要实至名为 让人家心服口服 观众现在眼睛是雪亮 为什么上网现在已经骂到翻 潘伟博第一次入围就当上影帝 网友封潘伟博凭什么歌 龙少华更是酸溜溜认为 哪影帝会影响潘伟博的演艺之路 还质疑金钟制度和评审 有问题甚至呛杀 金钟就像是排泄物一样 根本一文不值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OS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影迹圈 所有人的OS 强调是很多人的心声 虽然很不服气 但是龙少华调整心态 在心气里全力以赴 尽管骂金钟像排泄物 但是他还是想挑战 明年的金钟奖 希望评审能够看见他的 精湛演技 中间新闻 廖威岭 黄迅阳 花莲 蔡美国道